站在向阳山頂上看著遠方陽光透出天際 四周被綿延山巒包圍 這裡是台灣百月之一 也是全台第二高山湖泊嘉明湖 一行人當中年紀最小的登山客只有7歲 在嘉明湖前開心拍照留念 還興奮擺出下腰POSE 其實在16年前 她的媽媽也曾經到此一遊 如今帶著7歲女兒再一次體驗 我們早上3點15分從向阳山屋起登 三天兩夜嘉明湖行程 連續兩天都是凌晨2點半起床 3點多出發 一路上經過兩座百月 分別是三叉山以及向阳山 放眼望去諾大的山頭 女兒眼裡沒有一絲恐懼 跟著媽媽一步一步往前走 請親一動手上面最高的地方 自己下了這個石鋪 真的是超級不簡單 超抖的 每一顆石頭都比她還大顆 的確是有點折騰 因為石頭都超級無敵大 對小孩超不友善 鬼鬼十八年再度再訪 尤其第二天連續走了14個小時 一共13.4公里的路程 母女倆一起完成 嘉明湖的迎賓樹 歡迎我們來拜訪 哈囉 一路上山有看到7歲女孩登百月 全部竖起拇指為她拍手 看在媽媽眼中無比驕傲 這次我7歲去爬嘉明湖 也遇到很多善良的人 有一些阿伯阿姨哥哥姐姐們 我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都會幫我 沒有特別訓練 小小年紀完成宮頂 回憶當時似乎一點也不覺得累 她的媽媽蔡宛如是一名牙醫師 日前將母女倆宮頂的照片分享在臉書上 吸引不少人大讚真的很不簡單 TVB新聞流行款黃靜芬基隆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